網上視頻和畫面顯示 北京銀行門前排起了長隊 北京市醫保局上週發出通知 規定從9月1號起 當地醫療保險個人賬戶的資金 不再提拨到個人醫保存折 而是改由市級醫保經辦部門記帳管理 專款專用 參保人員不可自由之舉 在新政策下 北京的醫保參保人 將不得再將醫保金用於公共衛生費用 體檢或保健消費等基本醫療保險 未涵蓋的費用 只能用於醫療 北京市民認為 當局的極端清零防疫政策 導致醫保虧空 因而出臺新規 新唐人記者陳傑 李珊珊 博尼採訪報導